那些年他,孙娘娘他的甜蜜蜜,还有甄嬛娘娘他拥有的大类皇宫,孙丽是一个在演艺圈,没办了我们许久的一个老资格的演员,可以说我们最初更多的认识孙丽,还是从我们童年时候看的那一部甜蜜蜜和魔性的歌曲甜蜜蜜, 谁还能不记得那一句魔性的歌词甜蜜蜜,你叫的甜蜜蜜,每一道回想起这歌曲的歌词的时候,我们都能想起邓超和孙丽,这个在这部戏里和戏外都是情侣的景象,不过在戏外那可是比戏里要幸福的多优,在甜蜜蜜里面他和邓超两个人虽然是情深意重情投意合,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却是阴阳相隔,就在他们接受了彼此才刚开始过上第一天幸福生活的时候, 这个幸福的生活就结束了,但是在戏外孙丽邓超他们这个幸福的生活,可是过了十多年的阴影,虽然说我们当时被甜蜜蜜里面的虐恋的这个剧情虐得不要不要的, 但是现在回想一下,邓超和孙丽他们两个人到现在已经结婚了,并且已经爱了这么久,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开心的,就当是还有我们一个童年的愿望吧, 不过似乎孙丽孙娘脸在出演甜蜜蜜之后,让我们的视线里面消失了许久,然后孙丽在几年前的《甄嬛传》里面,就迅速地成为了一线当红的明星,还荣获了一个孙娘脸的称号,孙丽就凭着她多年之后,归来的这一部作品《甄嬛传》,一举拿下了当时国内国外的很多个奖项,并且《甄嬛传》这部电视剧,可是远交到了海外的运, 她算是我们国家的文化输出了,让许多国家都有她的翻拍翻译,孙娘脸,她自己一个精湛而又大气的演技,在这一部剧里面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了,这是孙娘脸她的演技的最巅峰的时候,不知道是甄嬛的这个角色,非常适合孙丽,还是孙丽的存在成就了甄嬛的形象的无边光芒,以前我们想起孙丽,总是想起她在甜蜜蜜,里面这惊人的表现,但是现在,每个人想起孙丽, 都是会想起甄嬛,然后情不自禁地喊一句,孙娘娘,孙丽孙娘娘,她对甄嬛的这个角色演绎,可以说是不属于陈道明老师她的康熙大帝了,现在的后宫戏里面有哪个后宫戏,能够逃出和甄嬛传相比较的结局呢? 每个人在看到后宫剧的时候,总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和甄嬛传比较一下,然后再把孙娘娘的形象,单独拎出来出来再讲一遍,再夸一遍, 甄嬛传这部电视剧是孙娘娘她人生演艺生涯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,从这之后,孙娘娘的演艺生涯就是平坦如星光大道,顺利地高速的前进场,似乎在出演了甄嬛传之后,孙丽对电视剧产生不了太大的兴趣了, 可能是娘娘她觉得电视剧再也不能挑战,她自己的演技了吧,所以就转去电影方面发展,而她在电影方面的发展,也让我们看到了孙娘娘一步步的进步, 我们也就看到了一个歌和甄嬛这个角色,并不同到孙丽的一个又一个的出色形象了, 本门由屋里看八卦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上知识。